最新消息 2019年10月1号 宜兰南方澳大桥突然断裂 造成6名愚公罹难 13人受伤 而宜兰地检署分案调查 历经2年11个月全案贞结 上午也公布了侦查的结果 点出了坍塌的三大原因 包括未案途施工等等 起诉了6人 此外针对桥梁检测造假 以及诈期最嫌 起诉两位承包公司负责人跟助理 2019年10月1号上午 宜兰南方澳大桥 突然断裂 行驶中的油罐车坠落 压毁下方三艘渔船 造成6名愚公罹难 13人受伤 引起社会哗然 宜兰地检署分案调查 历经2年11个月全案贞结 29日公布侦查结果 点出造成坍塌的三大原因 包括承包厂商为案途施工 建造单位为确实建造 以及苏澳港营运处 疏于检测跟维护 针对此案一共起诉被告6人 分别有营造建造公司负责人 工地主任等 涉嫌过失致死 过失伤害罪嫌 他们是累积性的来造成 这个死伤的结果 请法院承择呢 适当的量刑 另外针对宜兰县内桥梁检测 造假案也起诉 承包公司诚信负责人 及张姓助理 涉嫌微造文书 乍其罪嫌 两年多前的重大意外 夺走不少人命 如今终于差个水落石出 这李柯燕一栏报道